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电影它更多的是走向了一种史诗 史诗气质 也就是说通过两个多小时的上下两集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来呈现出抗战前后的那么一个比较宏阔的历史和时代风云当中的 中国人以及这个国家的命运 这样的一种情怀在中国电影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在一个台湾的一部讲中国电影的书里头看到 说一部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把国民党打败了一半 那就是说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作用这么大呀 他这个揭露国民党的腐败 使得人们对国民党的不信任 就已经把他打败了一半了 剩下的一半是我们拿枪打倒的 从电影专业研究人员的描述中 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社会影响力之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这不由得使人好奇 指导这部影片的导演是谁 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能力呢 其实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是由蔡楚生和郑军李联合指导的 当时郑军李是首次担任电影导演工作 但蔡楚生已经指导过多部电影 在中国电影史上多个第一的记录 都是由蔡楚生创造的 今天在上海电影博物馆的一个展位里 导演蔡楚生和郑振秋的塑像十分引人注目 由他们创造的电影传奇 并没有随着时间的久远而被人们淡忘 蔡楚生是作为郑振秋的学生来表现的 在他的展位当中 他是矗立在郑振秋的身边 听他这个现场这个指导 因为郑振秋是被称为中国电影之父 蔡楚生他曾经给郑振秋做过副导演 但是他在郑振秋的这个基础上 揭割了郑振秋的结尼棒 把中国电影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余光曲它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个特殊的意义 是中国电影第一次走出国门 也第一次在国际电影上获奖 一江春水向东流和余光曲 蔡楚生是如何指导出来的 他掌握了什么成功秘诀 他的人生道路又是如何走过来的 1918年的一天 在广东汕头的一家杂货店里 走见了一位12岁的少年 他就是蔡楚生 由于家境贫寒 私塾只上了三四年 蔡楚生就被父亲送到杂货店当学徒 一天杂货店的帐房先生 夸赞自己11岁的儿子已经会写信了 嘲笑从乡下来的蔡楚生 认不得几个字 正是这番话 刺激到当时已经12岁的蔡楚生 他表现出了不服输的性格 学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状 他说我是靠看旧报纸 看那些包装箱的报纸 然后后来买了一本词源 他这个词源一直带了一生 无论多困难 什么东西都可以丢 这两本词源不能丢 他说这两本词源就是我的老师 所以他完全是靠自己发奋努力 这么学习 面对人生逆境 有些人会被打败 而有些人反而会被激发出潜能 蔡楚生是后者 尽管当时蔡楚生只是杂货店学徒 但是通过接触形形色色的顾客 他与人沟通的能力得到了充分锻炼 同时还在不断的自学中 拓宽了自己的事业 可以说少年阶段恰好是蔡楚生性格 形成独立勤奋品质的一个关键时期 1925年震惊中外的武萨运动在上海爆发 并很快席卷全国 武萨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 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 当时19岁的蔡楚生也深受革命浪潮的影响 不但参加了汕头的电源工会活动 而且还组织起一个禁业白话巨社 自编自演进行反帝爱国宣传 在动荡的时代里 蔡楚生正努力寻找着她的人生奋斗方向 我觉得她是一个热血的革命的小镇青年 其实我觉得在她进入工会之前 你也不会想到她会跟文艺 会跟戏剧 会跟电影有这么大的关系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6年 见证蔡楚生第一次接触电影的经历 当时上海华剧影片公司的导演 陈天带演员摄影师 到汕头拍摄电影《白芙荣》 受到蔡楚生和静夜白话巨社 其他成员的大力协助 出于回报 便为他们拍摄了一部电影《呆韵》 剧本由蔡楚生参与编剧 她还在片中担任了配角 蔡楚生在工会工作中 就开始接触到戏剧和电影 而且你看她很早就在朝阳的时候 就拍了一部短片叫《呆韵》 这片子找不到了 但是有那个片子的介绍 是那种很搞笑 一看就是观众很喜欢 影片《呆韵》揭露了彩票行业的骗剧与危害 讲述了梦想发财的修鞋将 省吃俭用买了张彩票 怕丢失 把彩票贴在门板上 当彩票中奖后却撕不下来 只好背着门板去领奖 一路上到处闯祸 结果奖金还不够赔偿别人的费用多 影片《呆韵》在放映后引起不小反响 蔡出生人气大涨 成了当地的名人 对于20岁的蔡出生来说 这次的经历是她认识到电影的神奇 她开始冲九朝一日 也能独立制造一部影片 然而现实是此案 理想是彼岸 中间总会隔着一条湍急的河流 蔡出生的电影梦实现起来并不顺利 她觉得搞电影这个东西非常吸引人 所以她就决心要学着这行工作 但是我祖父坚决反对 我祖父希望她经商 最后她说我写了血书 把手指摇破写了血书 从家里担了出走了 到上海去搞电影 一个人要实现理想 不但需要决心和勇敢 而且需要知识 1927年蔡出生离开家乡广东汕头 孤身一人 乘船来到上海 对于一个没有拥有太多电影创作知识 杂货店学徒出生的21岁青年来说 要想在上海这个大都会里 开启自己的电影人生 她会面对什么挑战呢 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 《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中 收录了著名影评人林赫 1936年撰写的一篇文章 《蔡楚生论》 其中引用了蔡楚生的一段回忆文字 老板破例任用我做一个相当于打杂职位的职员 薪水是12块大洋 兼差到宣传 写字幕 演员 剧物 美术等四五项工作 这时我的难于应付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蔡楚生出社电影行业时的艰难 这时有人劝蔡楚生争取和老板一次签三年的合同 这样老板才会捧红他 但是蔡楚生不愿接受这种卖身气势的约束 他气愤地回答 我既不是一个卖春妇 我为什么用人家不必要的瞎捧呢 假如我因坠落而至于没落 那也是应该的事 否则自己肯努力 而又有相当技能的话 总不至于被埋没的 人们从这段话里能够感受到蔡楚生当年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 和对自己的一份自信 或许正是拥有这份胆识 在1929年冬天的一个夜晚 已经无事可做的蔡楚生敲上了郑正秋的家门 希望找一份工作 而郑正秋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编剧和导演 我附近有一天夜里就是专门去找郑正秋 因为他属于性格特别直特别冲 你给我机会我来拍戏 我五部戏不要酬劳 保证把这个戏拍好 这样的他又肯学 然后郑正秋 所以这种师承关系对他来说是特别重要 对于他今后成为电影大师 肯定是有特别决定性的这种作用 跟师傅一定要跟个正宗的 他跟到了中国最好的编剧导演 跟了一个最正宗的师傅 蔡楚生凭借自己顽强拼劲 结实的前辈郑正秋 也给自己的电影生涯带来转变的契机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 他在郑正秋编导的五部影片中 担任副导演和助理导演 为了感谢郑正秋的知语之恩 也为了及早实现自己的电影梦想 蔡楚生更加勤学苦干 一天的工作量常常是二十个小时左右 人们常说哪里有勤奋 哪里就有成功 1931年蔡楚生以独立编导的身份加入莲华影业公司 与导演孙渝史东山成为了同事 就在这一年 25岁的蔡楚生独立指导出自己的第一部影片 《南国之春》 影片讲述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大学生红鱼迫于复命 另娶表妹 致女友小红悲伤而往 蔡楚生在影片中表现出一个青年导演所热衷的艺术追求 注重影像美感 苦心经营镜头 欧式阳台 江南园林 再加上缠绵翡测的爱情 让一些喜欢唯美画面的观众十分迷恋 然而当蔡楚生精心拍摄的处女作《南国之春》供应时 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的时候 《国难当头》 这部反映青年男女悲情故事的影片 很难引起更多人的供应 也遭到了左翼影评价的批评 蔡楚生曾在1936年发表的文章《惠客室》中 这样反思自己的第一部作品 不能惠世的 由于我只是一个商店学徒的刺客 不自量力地投向着电影艺术的领域 虽然环境已经赐予我以很多剧烈的锻炼 但由于智识能力所限制 我在这作品中除了渗进自己一些小资产阶级蓄微的优美的抒情 诗般的梦幻以后 可以说一切只是依照固有继承的规模 而没有能力批判的去做得更好一点 蔡楚生最初的电影制作道路走得磕磕绊绊 独立指导的处女作《南国之春势力》后 蔡楚生希望很快能制导出一部作品 以求赢得广大观众的认可 这时应公司要求 蔡楚生制导出了自己的第二部作品 《粉红色的梦》 她能否凭借此片打个漂亮的翻身仗呢 影片《粉红色的梦》 讲述了一个浪死回头的故事 青年作家罗文受焦解花的诱惑 抛弃李女 过上了灯红酒绿的生活 后来焦解花与另一个男人私奔后 结发其死 又拯救了罗文一家人团聚 这个《粉红色的梦》 这个片子呢 第一它跟这个时代有所脱节 因为那个时候的上海已经是 一二八之后了 群情激愤 而她呢 反而来拍这些 个人情怀 亲情我我 无病身瘾这些东西 她开始拍的一些 还是这种个人主义 小资产阶级情趣的东西比较多 这样的片子出来以后 就受到了左翼电影的批评 先拍了两部戏 南国之春和这个粉红色的梦 被人家说成她是粉红色的导演 尤其是聂尔 就批评她 聂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益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 当时她也在联华影业公司工作 是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的成员 聂尔以黑天使的笔名 在报刊上撰文批评 蔡楚生的作品是 麻醉阶级意识的工具 希望她不要再做艺术家的迷梦了 能很快走上一条大道 创作出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影片来 由于蔡楚生原本就是要求进步的青年导演 所以后来她怀着虚心求救的心情找到聂尔 两人长谈之后 蔡楚生开始深刻反思自己的创作方向 她用一贯拼搏的个性为自己找到支点 她说我还年轻 只要不死 我会以更大的努力来报答你们的期望的 实在的 由于这两个盲目的制作接触到现实的碰壁 我清醒过来了 我深刻地认为一个编剧导演人 不仅仅是随便把一个故事搬上胶片就算完事 而她最少应该是一个作家 一个有独特的作风 正确的认识 而为大众所有的作家 我开始向一个迷路者在探索我的前程 接下来的创作方向 蔡楚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左翼电影的批评 促使她创作视角上也开始调整 蔡楚生她自己专门研究过周别林 周别林的作品 她其实就是通过小人物 面与生活的艰难 挣扎 甚至绝望 但是她不是用悲的形式来表现 而是用一种喜剧的手段来表现 一方面是要有效地吸引观众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还是要让观众看到希望 蔡楚生借鉴了周别林的这样一种表达方式 因为在她看来 电影首先要吸引人 因为你吸引住观众 让观众看下去 她才能够知道你想要表达什么 如果观众中途不感兴趣 离开了 那么你所有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那么这是她研究周别林以后得出的 她对电影的一个独特的理解 我觉得蔡楚生她其实 她最后成为一个卖座导演 也是经历了一场转型 为艺术而艺术的这种是一个迷梦 这个路永远也走不通 我必须要把自己的艺术的主张 艺术的观念跟大众的呼吁 跟大众的心理结合起来 所以才有了后面的余光曲 这个余光曲是蔡楚生 走向成功的第一个台阶 1933年秋天 蔡楚生开始知道电影《余光曲》 这部影片分两条线索 同时交叉叙事 一条讲述贫苦渔民一家的悲惨命运 另一条讲述一个附加船主的家道中路 影片关注社会底层 将他们凄惨的生活 艺术化的展现在观众面前 电影是一种大众化的艺术 一定要由通过故事载体来表现 那么蔡楚生做到了这一点 通过电影化的方式来讲 这个故事与大众形成了一个沟通和对应 我们看到在余光曲里面也有很多喜剧性的情绪和段落 包括他用那个《寒浪根》那个演员 他不时地在制造一些喜剧性的这种情绪 它造成一种喜剧性的一些效果 在影片《余光曲》中 小猴和小猫兄妹俩由于找不到工作 无法挣钱维持生活 便只好想出了街头卖艺的办法 而小猴为了许业观众 竟然扮演起了猴子 蔡楚生将外表可笑 内心悲凉的戏剧矛盾 赋予了小猴这个角色 令人印象深刻 小猴已经很可怜 在那装猴子逗大家乐给他钱 看那段戏你是很心酸的 但是我觉得很多市民观众 其实你在看的时候 在演员的表演的时候 你是会先笑 但是笑中带泪 这是比较高级的喜剧 不会从失败中寻找教训的人 她的成功是遥远的 然而蔡楚生在初期的电影创作 遭受挫折后 及时总结得失 她深刻地反思的电影 应该为什么人服务 应该怎样服务的问题 并且把自己找到的答案 全都融入影片 余光曲的光影之中 放眼世界 蔡楚生向卓别林借鉴 传承历史 蔡楚生又从老师郑郑丘那里 感悟到伦理剧的创作真谛 当蔡楚生遵循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原则 全心全意地为观众 去刻画可信的人物时 她成功了 1934年6月14日 电影余光曲 在上海金城大西院首映后 连放84天 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 一个盛况空前的观影记录 而喜欢这部影片的 不但有中国的观众 还有国外的电影专家 1935年2月20日 影片余光曲 在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上 获得荣誉奖 电影展览会评委的评语 对蔡楚生做了充分的肯定 称蔡楚生勇敢地卓越地 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和优秀品质 做了现实主义的描写 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在国际电影结账获奖 它使蔡楚生成为第一位国际知名的中国电影导演 而那一年蔡楚生才29岁 蔡楚生又将如何超越自我 创造新的电影传奇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